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缘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生肖龙。 肖龙人本身就是贵族的化身,他们对待自己的要求是有些严格的, 需要自己跟贵族人一样,懂得东西比较多,而且优雅有素质。 即便自己曾经很贫穷,但是贫穷的时候,自己也不会让自己的气质, 和素质就这样没有了,所以他们这样有运气的人,终究会有一个机会, 让自己所想的事情都成功的,也就是能够有机会收获更多的财富, 近三天就是好的机会,属龙的人能够用自己的运气, 招引来属不尽的好事情和财富,他们最后财富多到让他们成为贵人, 成为有身份和地位的人,生肖蛇,肖是人没有龙富贵, 但是他们依然是有自己的特点的,有助自己冰冷的性格, 虽然然冰冷,但是他们足够聪明,聪明的程度甚至是能够让他们吸金的, 他们可能对待什么事情看起来都是冰冷的, 但是其实他们都是在做正义的事情,仅三天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, 他们能够在这三天中找到自己的贵人,然后在贵人的帮助下发财, 他们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,就是能够赚钱和发财, 这三天都实现了,他们赚钱的数量多多的,甚至可以和龙一样高贵了呢, 生肖蛇,肖蛇人性格上其实是有缺陷的, 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应该比现在更优秀, 可是做起事情来,有时候就是太高估自己了, 所以没办法实现自己超越自己和常人的目标, 他们虽然一直都不想要说自己不行, 甚至永远嘴硬的吹牛,不过他们其实还是富贵命的, 近三天他们的好日子来了, 他们身上所有的运气都展现出来了, 吸引了很多的机会,让他们能够一下子就发财了, 成为自己梦想中的优秀人物, 是不可多得的富贵之人, 金钱和物质对于他们来说,就真的是小菜一碟, 因为他们这三天之后会多得不得了, 生肖兔,肖兔人他们乐观的态度能够吸引很多人, 甚至连神仙都能够吸引到自己的身边, 近三天他们会得到十神的庇佑, 而且十神结合了各路的神仙, 都保证住属兔子的人,能够让他们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逢凶化及, 在事业上更是能够做出越来越出色的业绩, 自身的价值和财富是不断地提升的, 他们不需要再转发什么态度和计划, 只要按照自己原先计划好的路线就行了, 就能够收获很多的金钱和财富, 丰于他们来说, 这三天真的是大喜的日子, 就连喜却都舍不得他们要跟在他们家门口送喜了, 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源广尽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 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喜事降临,二月下旬惹不起的五生笑, 财气福气一来好运满满不愁梅钱花, 二月下旬惹不起的五生笑, 喜事降临,财气福气一来, 不愁梅钱花生消兔, 生笑兔聪慧努力,细腻的思维, 总是可以比别人早一步抓住机会, 他们稳中求进, 态度乐观, 总会有好消息到来, 进入二月下旬, 属兔人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, 得到贵人的赏识, 工作上带来进展和收获, 并且让自己的工作领域有更多的提升, 属兔人取得好成绩, 赢得好人员将会找到自身优势, 另外属兔朋友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化, 避免钻牛脚尖, 保持心态平和, 才会让你累积资源, 成为行业内的领军人物, 二月下旬, 属兔朋友潜在能量爆发, 他们会更加强大, 财运飞升, 生肖马, 生肖马朋友进入二月下旬, 迎来一马平川的好运, 属马人做事认真, 他们比较有恒心, 就算遇到挫折也会勇敢前进, 而且属马人做事比较细心, 他们善于规划, 可以让自己想要做的事情, 按部就班的落实, 进入二月下旬, 属马人贵气十足, 容易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, 他们告别浮躁, 将在事业领域里大展拳脚, 属马人真是好运满满, 才气福气一起来, 生肖猴, 生肖猴朋友进入二月下旬, 运势飞涨, 他们做事努力, 能够按时完成任务, 对于属猴人来说, 他们在工作方面更加有动力, 会专注到工作中来, 有可能会认识一些新朋友, 结识贵人, 属猴人做事靠谱, 热情大方, 职场上能够出色表现, 升职加薪的机会很大, 他们的踏实努力都可以得到不错的回报, 生肖猪, 属猪的人颇受上天的眷顾, 二月下旬他们运势一路高涨, 事业上顺风顺水, 成绩满满, 自己也是步步高升, 越来越好, 并且这个月贵人原家, 好多人可以给他们带来正能量和帮助, 可大发横财, 十分幸运, 生肖羊, 属羊的人生性乐观积极, 沉稳大气, 还能够理性地分析每一件事情或者是工作, 能力出众, 二月中下旬运势相当不错, 工作中有了新的突破, 提成奖金不少, 还稳固了自己的地位, 事事顺心如意, 令人羡慕不已, 只要坚持努力下去, 一定可以有更好的运势的, 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凶化吉, 神智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尽, 孝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彼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 万寿无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, 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